《生命纪》第五章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 对他们说 以色列人啊 我今日小遇你们的律例典章 你们要听 可以学习 谨守遵行 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和列山与我们立约 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 乃是与我们今日 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 耶和华在山上 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 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 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 因为你们惧怕那火 没有上山 说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 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 你的神 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逃他的罪 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 耶和华 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 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 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照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的 守安息日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 是向耶和华 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仆婢 牛 驴 牲畜 并在你城里 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 都不可做 使你的仆婢 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你也要纪念 你在埃及地 做过奴仆 耶和华 你神 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 耶和华 你的神 吩咐你 守安息日 当照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的 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 你神 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也不可贪图 人的房屋 田地 狐币 牛 驴 并他一切所有的 这些话 是耶和华 在山上 从火中 云中 幽暗中 大声小欲 你们全会中的 此外 并没有 添别的话 他就把这话 写在两块石板上 交给我了 那时 火焰烧山 你们听见 从黑暗中 出来的声音 你们支派中 所有的首领 和长老 都来就近我 说 看哪 耶和华 我们神 将他的荣光 和他的大能 显给我们看 我们又听见 他的声音 从火中出来 今日 我们得见 神与人说话 人还存活 现在 这大火 将要烧灭我们 我们何必冒死呢 若再听见 耶和华 我们神的声音 就必死亡 蓝蜀血气的 曾有何人听见 永生神的声音 从火中出来 向我们听见 还能存活呢 求你进前去 听耶和华 我们神 所要说的一切话 将他对你说的话 都传给我们 我们就听从遵行 你们对我说的话 耶和华 耶和华都听见了 耶和华对我说 这百姓的话 我听见了 他们所说的都是 为愿他们存这样的心 敬畏我 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永远得福 你去对他们说 你们回帐篷去吧 至于你 可以站在我这里 我要将一切诫命 律例典章传给你 你要教训他们 使他们在 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 你们要照耶和华 你们神所吩咐的 谨守遵行 不可偏离左右 耶和华 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 你们都要去行 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 并使你们的日子 在所要承受的地上 得以长久 第六章 这是耶和华 你们神所吩咐 教训你们的诫命 律例典章 使你们在所要过去 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 一生敬畏 耶和华你的神 谨守他的一切 律例诫命 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子 得以长久 以色列 你要听 要谨守遵行 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 得以享福 人数极其增多 正如耶和华 你列祖的神 所应许你的 以色列 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神 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 尽性 尽力爱 耶和华 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 戏在手上 为记号 戴在额上 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耶和华 你的神 领你尽他 向你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启示 应许给你的地 那里有诚意 又大又美 非你所建造的 有房屋 装满各样美物 非你所装满的 有凿城的水井 非你所凿城的 还有葡萄园 橄榄园 非你所栽种的 你吃了 而且饱足 那时你要谨慎 免得你忘记 将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 领出来的耶和华 你要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侍奉他 指着他的名起誓 不可随从别神 就是你们四为 国民的神 因为在你们中间的 耶和华 你神是祭邪的神 唯恐耶和华 你神的怒气 向你发作 就把你从地上除灭 你们不可试探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像你们在马撒 那样试探他 要留意遵守 耶和华 你们神 所吩咐的诫命 法度 律力 耶和华 眼中看为正 看为善的 你都要遵行 使你可以享福 并可以进去 得耶和华 向你列祖起事 应许的那美弊 照耶和华 所说的 从你面前 撵出你的一切仇敌 日后 你的儿子问你说 耶和华 我们神 吩咐你们的这些 法度 律力 典章 是什么意思呢 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 我们在埃及 做过法老的奴仆 耶和华 用大能的手 将我们从埃及 领出来 在我们眼前 将重大 可怕的神迹 骑士 施行在埃及地 和法老 并他全家的身上 将我们 从那里领出来 要领我们 进入 他向我们 列祖起事 应许之地 把这地 赐给我们 耶和华 又吩咐我们 遵行这一切律力 要敬畏 耶和华 我们的神 使我们 尝得好处 蒙他 保全我们的生命 像今日一样 我们若照 耶和华 我们神 所吩咐的 一切诫命 谨守遵行 这 就是我们的义了 第七章 耶和华 你神 领你进入 要得为业之地 从你面前 赶出许多国民 就是赫人 格加萨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共七国的民 都比你强大 耶和华 你神 将他们 交给你 击杀 那时 你要把他们 灭绝 净尽 不可与他们 立约 也不可 连续他们 不可与他们 结亲 不可将你的 女儿 嫁他们的 儿子 也不可 叫你的 儿子 娶他们的 女儿 因为 他必使你 儿子 转离 不跟从主 去 侍奉 别神 以致耶和华 的怒气 向你们 发作 就速速地 将你们 灭绝 你们却要 这样 待他们 拆毁 他们的 祭坛 打碎 他们的 柱像 砍下 他们的 木偶 用火 焚烧 他们 雕刻 的 偶像 因为 你归 耶和华 女神 为圣洁 的名 耶和华 女神 从地上的 万民中 拣选你 特作 自己的 子民 耶和华 专爱 你们 拣选 你们 并非 以你们 的人数 多于别名 原来 你们的人数 在万民中 是最少的 只因 耶和华 爱你们 又因 要守 他向 你们列祖 所起的事 就用大能的手 领你们 出来 从 为奴之家 救赎 你们 脱离 埃及 王 法老的 手 所以 你要知道 耶和华 女的 神 他是 神 是 信实的 神 想爱 他 守他 诫命 的人 守约 诗 慈爱 直到 千代 想 想恨 他 的人 当面 报应 他们 将 他们 灭绝 凡 恨 他 的人 必 报应 他们 绝不 吃 言 所以 你要 谨守 遵行 我 今日 所吩咐 你的 诫命 律 典章 你们 果然 听从 这些 典章 谨守 遵行 耶和华 女神 就必照 他向你 列祖 所起的 事 守约 诗慈爱 他 必爱 你 赐福 于你 使你 人数 增多 也 必在 他向你 列祖 起事 应许 给你的 地上 赐福 于你 身 所生 的 地 所 产 的 并 你的 五骨 辛酒 和油 以及 牛毒 羊羔 你 必 蒙福 胜过万民 你们的 男女 没有 不能 生养的 牲畜 也没有 不能 生育的 耶和华 必使 一切的 病症 离开你 你 所 知道 埃及 各样的 恶极 它 不 加在 你 身上 只 加在 一切 恨 你的 人 身上 耶和 华 你 神 所要 交给 你的 一切 人民 你要 将 他们 除 灭 你 也 不可 顾惜 他们 你 也 不可 侍奉 他们 的 神 因 这 必 成为 你的 网络 你 你 若 心里 说 这些国的民 比我更多 我怎能 赶出 他们呢 你不要 惧怕 他们 要牢牢 纪念 耶和华 女神 向法老 和埃及 全地 所行的事 就是你 亲眼 所看见的 大誓言 神迹 骑士 和大能的手 并伸出来的 绑壁 都是耶和华 你神 领你 出来 所用的 耶和华 你神 必照样 待你 所惧怕的 一切人民 并且 耶和华 你神 必打发 黄蜂 飞到 他们中间 直到那 剩下 而藏躲的人 从你 面前 灭亡 你不要 因他们 惊恐 因为耶和华 女神 在你们中间 是大而可畏的 神 耶和华 女神 必将这些 国的民 从你面前 渐渐赶出 你不可 把他们 速速灭尽 恐怕野地的兽 多起来 害你 耶和华 女神 必将他们 交给你 大大的 扰乱他们 直到他们 灭绝了 又要将 他们的君王 交在你手中 你就使他们的 名 从天下 消灭 必无一人 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直到你 将他们 灭绝了 他们 雕刻的 神像 你们要 用火焚烧 其上的金银 你不可 贪图 也不可 收取 免得你 因此 陷入 网络 这原是 耶和华 你神 所 憎悟的 可 憎的 物 你不可 殆尽家去 不然 你就成了 当毁灭的 与那 物一样 你要 十分 厌恶 十分 增险 因为 这是 当毁灭的 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